29种药物免费提供305个病种实行一口价收费 一项向医疗惠民政策的推出 让福建群众切切实实地享受到实惠 本月起 南平市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并办理登记高血压 糖尿病和重性精神病门诊特殊病种的参保患者 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时可免费享受29种基本药物 患者需服用免费药物治疗的 可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凭患者本人的社会保障卡由医生开具处方 实行一战式及时刷卡结算 病情稳定的患者在每次取用免费药时 用药量可延长至两个月